或许你们已经猜到了 今天还是苏东和王涛 陪大家一起来看比赛 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荷兰女足 将将骗出球门啊 这非常好的射门尝试 攻到了前场 没问题了吧 手面碰到了球 危机还没解除 防线成功解除了这次危机 维维安米的马 斯科利达 斯比采 球传得不错 很有机会这个球 这球还没有结束 这个球非常精彩 不管是射门还是扑球 质量都很高 可以说是神仙打仗啊 应该说门将还是极高一筹啊 门前的危机 已经被他这样就化解了 对的 他依靠丰富的经验 及时的出脚 化解了对手的攻击 网霜 这一脚穿越球不错 第一个进球 进的可够早的 回方来了 看看这脚球 穿的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然后打门这一下 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的非常到位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这个球掉到了禁区里 但是落点已经被防守队员给卡住了 最后没有能够形成对球门的威胁 米特玛 这球被门将化解了 不过对方还有机会 机会不错 但是被化解了 他们距离扳平比分啊 只差那么一点点 但对方门将这次扑球 必须承认 确实非常实用 他们只能再次寻找另外的机会了 一脚横传打到进去找队友 结果啊 没能形成机会 力量十足的远射 可惜就是方向没找准啊 如果都是这种质量的远射啊 哎呀 那就不值得鼓励了 别失误啊 周围还有对方的球员 维维安尼米特玛 这次上枪来得很凶 这个球拿不住了 绝佳机会啊 漂亮的防守 他阻挡了对方 在进区边缘的一次威胁 给到进区里 角球落点啊 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断球了 看看下面要怎么组织 没拿住 但是也扑到了 防得很好 没给对手留机会 亚基格鲁嫩 有机会的 可以突破 场上比分被扳平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进攻完美的反击战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的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目前双方是一比一打平 王珊珊 王珊 打破平局的机会 球被门将拿到了 有机会展开反击 马腾斯拿球 斯皮彩接到了这个传球 发动了一次快速反击 除了最后的打门 其余部分都很精彩 看得出来在场下是 严练配合过的 不过打门方面是不是也应该练习一下呢 是啊 王珊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得是目不转睛啊 好的 这球一进他们再次取得领先 这球门将绝对要负很大责任的 对对对 他是为了 让对方这么轻松就能进球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传给了王珊珊 马腾斯拿球 一次成功的抢断 就到了斯皮彩脚下 宿舍员这球扑得好啊 利克马腾斯 稳稳地交给了队友 这是米的马 有机会拉回同一起跑线 球进了 米分被扳平了 什么叫手术刀弯 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接下来这脚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他们队阵容做出了调整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2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2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反击被对手打断了 比球飞出了边线 这张黄牌给的是刚才的那次犯规 进攻有力的情况下 王霜的机会来了 漂亮 球进了 不停地传 不停地跑 机会就在他们这样的传跑当中出现了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上停不时1分钟 他这个过人啊 看起来是那么简单啊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进入更衣室 稍事休息 在表演一声哨响 下半场比赛继续 这次轮到了荷兰女足在中拳开球 球没传过去 被抢断了 有对手围过来了 精彩的拼抢 精彩的拼抢 赢回了球权 这个球会有机会吗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抢断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后点有队友包抄 看看这次横传 滑水队员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 化解了这次进攻威胁 这球被对方防守队员给破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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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球交给了对手 好机会 球进了 分差扩大到了两个球 这是完美的关云场式的单机闯关啊 突兀的精彩 射得更漂亮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林恩·威尔姆斯 还在持续压迫对方的防守 就传给了格鲁嫩 进区内的抢断 危险解除了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30分钟 看看张瑞的处理 这个球要是不进的话 可能大家会觉得是在浪射 但是既然进了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谁能想到他会在这个距离起脚打门呢 没错 确实是值得32个赞的一个进球 绝对的世界波 能打进这样的进球 不简单啊 目前的比分是5比2 基尔罗德 维维安米德玛 打门 只不过这样的打门 依然不足以对门将造成威胁 基尔罗尔德 继续带球狂奔 能传出个好球吗 考验门将了 门将阻挡了进球 角球选择了传前点 攻方这是连续获得角球啊 不想走了 角球开出来了 前点 就传给了格鲁嫩 射门被放着队员封堵了 危机解除 这次拦截做得很成功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了最后的20分钟 来到禁区边战了 全场观众高喊射门啊 这球打歪了 连立柱都没碰到 双方拼强很激烈 最终把球碰出了边线 他没有把球选交给了对手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这是米的马 将断成功 现在球在他们脚下 王珊珊 还在继续带球 可以打门了 又进了 现在领先四个球了 进球的回放来了 防守方最大的错误 就是让他在这样的距离 拿到打门的机会 比分被改写成了6比2 明显的机会 直接凌空打门 球进了 帽子起码完成 他可以在赛后 把比赛用球带回家了 一脚精准地过顶球 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 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 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直飞往窝 裁判马上就将吹向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场比赛 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一对一不在话下 这要是没拦住的话 估计传过去 就是个绝佳机会 千里走单棋的戏马来了 美尔姆斯 交给了米达马 利内特 贝伦斯坦 格鲁嫩 格鲁嫩拿到了球 本来挺有希望的一球 最后还是失败了 梅雷尔 范东恩 利克马腾斯 自家禁区 一次重要的抢断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就看他的表现了 被门将碰到了 他强行起脚射门 但是效果并不好 没有给守门员 造成什么威胁 他这球处理的有点毒了 他应该再带一下 寻找更好的机会 或者传给自己的队友 是啊 梅雷尔 范东恩 马腾斯拿球 维维安尼 米特马 雷纳特 杨森 直接传身后找队友 没有把握住机会 全场比赛结束 他们在自己的主场 收获了一场胜利 精神上的家庭地 也就是在这种工作室里